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1月7号2023年 这是今天我做的第二个视频 其实这个视频最主要回答观众的一些问题 也就是说最近 由于中国的疫情的问题 很多人都在找新冠的神药 其中有一个药物 大家找的最多的就是惠瑞的Pixlovage 但是在中国国内 要找到原厂的惠瑞药非常困难 所以大家就想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在网上购买印度的防治药 那么很多人问我印度的防治药 是不是合适 印度的防治药效果是不是一样 那么回答这些问题之前 我先要和大家大致的介绍一下 印度的防治药 也就是有些人问了 为什么印度有防治药 中国没有惠瑞的防治药 那么这个点要和印度的一些法律有关 印度在1970年的时候 推出了专利法 在专利法下 他不承认西方任何药物的专利 所以说印度厂家可以随便的 防治任何的药物 到2005年的时候 由于印度要加入WTO 他不得不修改了他的专利法 那个时候首次承认药品的专利 但是他加了很多附加条件 其中有一条 就是说1995年之前的药物 无法获得他的专利 另外哪怕是1995年以后的药物 如果说是已经有的药物的一种延伸物 他们判断是延伸物的话 他也不给专利 这就是他们的药物管理局的一个判断来的 所以很多药物要申请印度的专利权是非常困难的 另外印度还用了一种国际上的一种法律 叫做解决公共健康危机的专利法 这个是什么法律 就是说当出现了一个公共健康危机的时候 一个国家可以绕开专利法 开始生产认为是救命的一些药物来的 所以印度往往很多时候都用这个去绕开了一个专利法 因为他说我们的人口太多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公共健康危机 是这么一回事情 那么很多人说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印度的仿制药是不是可靠 其实从仿制药的角度来说的话 他有严格的规定的 原厂药也就是说 最早发明这个方程式的一个厂家 当这个方程式出现之后 他就必须要申请专利 一般一旦你开始申请专利了 你的保护期就是20年 所以在这20年之内 这个原厂就需要经历过临床实验 这个临床实验的时间 往往需要经历10到15年时间 那么也就是说当这个药物进入到市场的时候 它的专利保护时间只有5到10年时间 而且不是所有的药物的原始的方程式可以变成药物的 只有里面很小一部分可以进入到市场变成药物 所以那些开发的厂家为了把成本给收回来 又谋取一定利润的话 所以他们在这个5到10年之内就把价格的 药物的价格提的很高 你把这个利润给收回来 所以原厂药价格往往比较昂贵 但是当这个专利法过了之后 其他药厂只要有能力就可以仿制这个药物 而且他仿制的时候 不需要再经过这个三期的临床测试 他完全就可以用原厂的原始的数据 说他们已经做过这个临床测试了 我这个药和他们一样 不需要做了就可以上市了 这是允许的 但是他必须要给药物管理局 一个叫生物等效性 生物等效性覆盖的面非常广 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他的药效要一样 这是肯定的 对不对 第二个他服用的方式要一样 如果是原厂是真剂的 他不能用口服的 他也是要有真剂的 而且吸收的时间要两者差不多 不要一个原厂药吃进去 一个小时就可以吸收有其效了 仿制要需要四个小时 这个就不是等效性 这也不会被批准 所以他由于无需做临床测试 他的成本就降低了很多 所以价格也就便宜了很多 那么随去测试他的生物等效性 并不是原厂 厂家管不了的 是每一个国家的药管局去管理的 只要那个药管局认为这个生物等效性 在他们规定范围之内达到了 他就云上市 所以说印度的仿制药 效果到底有多好 是印度的药物管理局 测定 而决定的 而并不是其他任何地方 那么从历史上来看 印度做了很多仿制药 从我们业内人士所得到的数据 印度的仿制药的技术 还是很不错的 过去的那些药物 基本上可以达到80%的原厂药的效果 但是这次的汇率的Pixelobit 我们业内没有数据 所以无法确定 也无法确定 所以说仿制药的效果上面 是有一定的保证的 它不是假药 但是中国市面上确实出现了一些假药 这些这些不良的商人 改头换面 骗取中国老百姓 是这么一回事情 并不是 这些药并不叫仿制药 只是赤裸裸的假药 那么有些人问 为什么印度可以生产Pixelobit的仿制药 而中国不行 其实不是 中国也可以生产 在2022年3月份 在日内瓦的药品专利池里面的 那个官方宣布 已经和全世界35家药厂千斤的嫌疑 它可以生产惠瑞的口服药 但是他们生产的这些仿制药 只是为了供应95个中低收入国家 很可惜中国不包括在内 所以中国有五家企业 包括复兴 华海 普洛 九州 上海的迪塞诺 五家都可以生产汇率的药物 但是他们只能生产 不能在中国销售 因为中国不属于这95个中低收入国家之内 而且那个时候中国的疫情不严重 所以大家没有感觉一个急迫性 但是当这波疫情来到的时候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已经和惠瑞公司签约 在12月14号的时候签约 然后在中国开始进入Pixlovet 所以说现在你们可能在一些大城市 比如说上海 你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医院里面 开始出现了Pixlovet 也就是这个协议进口的一个情况来的 但是这个真的说杯水车薪 你要想中国有14亿轮口 单单靠这个进口绝对来不及 所以中国现在想的就是要在中国当地生产 当地销售 同时也要求汇率把这个价格压低 因为这个价格对于中国的很多老百姓来说 是无法负担的 而且给中国的医疗保险系统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说现在中国政府正在和惠瑞进行谈判 从内部的消息来看的话 谈判还是挺顺利的 而且在美的很多华人的有影响力的人 也在和惠瑞提出建议 希望这个药物能尽快能在中国当地生产 当地销售 这样不但可以压低价格 而且可以满足一个供应量 从我们内部的消息来看的话 估计在中国的春节以前会达成某一项的协议 我们比较乐观的觉得下个星期可能就有好消息 我们期待他们的成功 因为这个药物从现在临床上来看的话 可以降低死亡率 可以高达88% 它不是神药 不能达到100% 但是确实可以挽救很多的生命 我们热观其成 谢谢大家